犀牛的悲歌 犀牛是哺乳类稀科的总称 在地球上有五亿年的生存历史 是最大的机体木动物 也是仅次于大象的大型陆地动物 由于犀牛角是珍贵的中药材和雕刻的原料 因此经常遭到猎杀 以至于物种稀少 现寸犀牛经有四属物种 主要生活在非洲和亚洲的少数地区 南非东北部的克鲁格国家公园 是盗猎的重灾区 今年以来共损失了95头犀牛 南非政府也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加强打击盗猎行为 有一天 一位名叫安德鲁的领队 在国家公园内目睹了不可置信的景象 一头被削去脚的犀牛站在路上 眼神非常落寞地看着人类 前面就是犀牛生活的区域了 请仔细观察 说不定就会发现犀牛哦 嗯 好的 安德鲁 你看 快看那里 哦 我的天啊 这 这是怎么回事 该死的盗猎者 他们将这只犀牛的脚活生生地割掉了 这些没人性的家伙 我们快去救救他吧 那头被割掉脚的犀牛看到有人出现 便拖着虚弱的步伐走进了路边的草丛中 当安德鲁等人过去后 已经找不到他的踪影了 咦 那只犀牛呢 他一定是躲起来了 遭受到这么大的伤害 他已经对人类产生恐惧了 我们得帮帮他 否则他这样下去会死掉的 你说的没错 我现在就通知国家公园管理局 希望能够尽早找到那只可怜的犀牛 南非国家公园管理局 接到了安德鲁的电话后 立刻派出了工作人员 寻找那头犀牛 什么 有一只犀牛被割去了脚 嗯 好的 安德鲁你放心 我们会马上派人 去寻找那只犀牛 我们一定要仔细地找 那只犀牛伤势应该很重 如果不能及时找到的话 他恐怕无法活命的 知道了 那些该死的盗猎者 实在是太残忍了 然而工作人员经过五天的寻找 才发现了那头犀牛 他已经奄奄一息地躺在草丛中 痛苦地颤抖着 看上去非常虚弱 那只犀牛会跑到哪里去啊 我们这么多人找了五天 竟然都没找到他 是啊 这么多天过去了 我想那只犀牛一定是凶多吉少 你看那是什么 他在那里 我们快过去看看 那些盗猎者真是混蛋 我们快叫兽医来 或许他还有救 对 快通知兽医过来 我们会救你的 你一定要坚持住 一定要坚持住 喂 我们找到那只犀牛了 对 赶快派兽医过来 他现在很虚弱 但是当兽医检查后却发现 这头犀牛的脑袋里 还卡着一颗子弹 他存活的几率非常低 因此当局决定对他进行安慰死 来结束他的痛苦 医生 你快看看 他的伤势怎么样了 是啊医生 你一定要救救他 唉 他的脑袋里还卡着一颗子弹 而且失血太多 伤口也严重感染了 那他还有没有救 他活下来的可能性非常低 他真是太可怜了 你看他多么痛苦啊 现在我们唯一能做的 只有对他进行安慰死 来结束他的痛苦 或许只能这么做了 对不起 对不起 就在工作人员和兽医开车返回时 他们在路边看到了一头小犀牛 而小犀牛的身旁 躺着一只已经被割掉脚的母犀牛 怎么了 你看那里 真该死 又是那些盗猎者做的 那头小犀牛看到这么多人时 显得有些恐惧 他生死历劫地哀叫着 希望能唤醒妈妈 这只小犀牛看上去 只有两个多月大 它是无法独自在野外生存的 哎 多少小犀牛因为那些可恶的盗猎者 而成了孤儿 他们实在是太可怜了 是啊 我们将它送到保护中心吧 在那里 它可以得到很好的照顾 就这样 那股小犀牛被送进了 宾威物种中心 而它再也不敢独自睡觉 只有当有人在附近时 才敢休息 你在做什么呢 还要哄他睡觉吗 哎 别提了 这个小家伙 亲眼目睹了自己母亲被杀害的惨状 心里充满了恐惧 如果没有人陪伴 他便无法入睡 所以 我们会轮流排班陪着他 可怜的小家伙 别怕 别怕 我在这里呢 好了 睡吧 我会在这里守着你 哪里也不会去的 快睡吧 那些盗猎者 为了金钱 而杀害了那么多犀牛 真是天理不容啊 是啊 就因为他们的疯狂猎杀 这些年来 许多小犀牛都像他一样 变成了孤儿 由于犀牛角在亚洲 被认为是珍贵的药材 一只犀牛角在黑市的价格 飙到18万美元 比黄金 毒品 还值钱 庞大的经济利益 让南非盗猎犀牛的歪风盛行 2013年 南非就有1004头犀牛 因犀牛角惨遭猎杀 平均每天超过两头犀牛 命丧猎者之手 以目前的杀戮速度计算 野生犀牛将在2026年灭绝 拒绝购买任何犀牛角制品 没有买卖就没有杀害 别让后代子孙 只能通过书本和影像 来认识这种 在地球上有5亿年生存历史的动物 犀牛 感谢观看